台灣本土疫情持續燃燒 最新的進展消息帶您關心 CDC的專家會議 剛剛做出的最新結論 將會公布疫苗加強劑 也就是第三件疫苗 要縮短間隔是三個月的時間 那麼預計呢 在明天會正式公布 相關的試用對象是誰 不過大家所關注的是 不只是邊境防疫出了狀況 台北市又有一家染疫 看到是防疫旅館爆發 群聚感染現象 那麼這是一例 看到個案改列本土 環境一定要發現說 兩件個案房地的天花板 間隔有小縫隙 研判是住隔壁房的傳染的 同時要求業者必須要大清修 台北市中正區這家防疫旅館 看起來沒有異樣 但指揮中央卻把入住的其中一例 境外移住個案改列本土 這也是北市第四家防疫旅館 群聚案件 17127 是在12月31號 公布為境外的案子 那疫調後 我們改列為本土病例 兩名個案都感染Omcron 住在旅館八樓 都是兩名女性 案17073從美國入境 案17127從瑞士入境 被改列為本土 兩個人都是7加7方案 基因定序只差一個位點 研判是17073傳給17127 北市衛生局調查發現隔間細縫 沒有密封完畢 疑似因此交叉感染 是有發現這個天花板跟隔間有很小的一個細縫 不過這個細縫是不是有這個實質上的意義 還有帶商榷 指揮中英說防疫旅館總體檢目前已經查核474家 可以立即改善的就會緊急改善 或是動線通風空調問題則依照調整的幅度限期要求改善 依規定改善後 將由專家團隊判斷安全無余才能收住旅客 累計全台已經有5起旅館群聚感染 11名旅客從境外移入改列本土 春節湧現反台人潮 防疫旅館相對風險大 務必要高規格應對 記者綜合報導